欢迎收看范大林会客室 我首先向各位报告 凡是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你都享受一种恩典 上帝来的 就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为所有观看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祝福祷告 求主耶稣基督赐给你平安 喜乐 健康 长寿 婚姻 事业 亲子关系 都有上帝的恩典 所以当你常看这个节目 你迟早会惊艳 发现你的生命 你的生活 有上帝的祝福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王伟玉医师 站在我的右边 我因为跟他熟 所以我通常不叫他王医生 我叫他的小名叫小熊 至于他为什么叫小熊 你等下问他 欢迎小熊 欢歌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叫王伟玉 伟大的伟玉医师旁教育的玉医师三点手 那为什么那个欢歌会称我小熊 因为我大学的绰号就是小熊 为什么 因为我同学说我长得很像小熊伟玉医 所以我同学生日还送我一只小熊 所以从小 就是从我在大学国防医学的时候 大家都一直叫我小熊小熊小熊 又是一个从农村长大的孩子 父母都是传统的信仰 怎么会改变到信仰基督 那个让你去对基督信仰有兴趣 那个接触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我跟基督信仰的接触 其实主要是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 在那边一直读书 每天大概读个十到十四个小时 所以非常的苦闷 就觉得苦闷到一个地步要找个娱乐 所以刚好我们K馆旁边有一个读书馆 那我那时候就会跑去那边看报纸 他那时候刚好在报导医疗奉献奖得署的故事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 我就去读医疗奉献奖的故事 那里面报导的让我非常的特别跟惊讶是 那些都是在很偏远的地方 像是以前的宜兰、花莲、恒春 这些很偏远的地方的一些医护人员的故事 特别是几乎里面八九成都是基督教国外版的宣教士 比如说那时候在恒春 有一个玛丽娜的护理师从芬兰来 去那边去爱那边的人 甚至不领薪水 甚至那种没有人要照顾的小孩 他把他带回家照顾 看了这些故事 我非常的感动 我那时候就觉得 为什么这些人有这么大的爱心 去爱这些 你后来有没有发现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爱心 对 因为我后来就去分析 因为我看了好几篇 后来就去分析说 第一个他们当然大部分是外国人 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 他们都是基督教的宣教士 所以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好奇跟疑问是 为什么这些人因为信基督教信仰 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爱心 愿意去奉献去爱人 一方面当然很羡慕他们的爱心 一方面我也发现 其实 医学是一个很特别的学科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对象是人 当然你又可以有科学的训练 所以这两重的特色让我吸引 以至于我后来就去往医学方面去发展 对不起我坦白问一下 是 当年有没有为了赚多的钱做医生的这种念头 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搞不清楚医生赚多少钱 因为你知道吗 在我们那个时候 只要有人考取医学 马上就有人介绍女朋友 那个嫁妆就来了 而且至少一栋房子 所以很多医生是为了 很多人学医是为了赚钱 你不是 那时候不是 但是我爸那时候其实也一直明示暗示 希望我读一科 所以一方面当然 刚刚的发现一方面也因为爸爸的期待 后来就考到国防医学院 当然国防医学院 是一个军事学校 那时候其实也很特别 那时候其实也很特别 一考到国防医学院 就被带去陆军官校受训 陆军官校当然很严格 我去陆军官校两个月 大概受了八公斤 然后智商大概掉了一半 这也不错 不要训媚登峰了 是是是 ok 当然那时候在军校回来就很苦闷 然后那时候就 就一般 就觉得好像很想要找 找一个不管是团体或朋友 更多的去认识 或是一个社团 对那时候刚好学校 学校的团契 当然去了团契之后就觉得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一个学长 我在讲他的见证 我那时候就觉得 这个学长看起来是某人样 怎么讲出来的话 我都听不懂 而且很莫名其妙 我是觉得他已经 已经怎么说了 已经着迷了 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只会分享信仰 说这太恐怖了 我不去 但是后来呢 上帝也很奇妙 又透过我自己的学伴 因为那时候在联谊 我认识一个台大护理系的同学 他也带领我去教会 所以其实一方面在团契聚会 一方面在教会聚会 就开始认识信仰 然后开始接触信仰 不过当然 让我觉得最困难的一点 因为从小我读的生物啊 各方面都跟我说 进化论 就是 我印象深刻 国中的课本里面有一句话 它说 突变是演化的原动力 我那时候就奉为规念 哇好有道理 因为突变成好的嘛 这机会一个一个慢慢变好 但是呢我那时候认识信仰之后呢 跟我原来的进化论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说 上帝创造万物 我那时候就很疑惑 当然也因为这个点 我过不去所以 我就无法真正相信耶稣 认识信仰 所以 其实在这里面挣扎了大概快一年 那有一个契机就是我自己大二的时候 上了一门课叫大体结果学 你要去割血管割神经 那时候其实 其实 那时候其实怎么说 我们这些同学 考试前 都会 都会去看哪根血管不顺眼把它剪掉 这样老师就 但是 但是老师更厉害 挖出另外一根来考虑 你又更不会 但是就在这个大体解剖的学习过程中 我发现 人体好奇妙 不管是你的手 你的神经 你的血管 你的脑部 每个地方都配合得那么好 要我去承认说 人菌是进化来的 是在一种 不管是大爆炸或分子碰撞 碰撞出来的结果 这个我真的是不容易相信 我反而觉得基督教 我开始去思考 我反而觉得基督教信仰说的 上帝创造万物各从其类 这个反而是比较可信的 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一个 是一个真理的上帝 他把他的真理启示下来 他用他的真理创造人体 有一个规则 所以我开始 愿意敞开心去认识信仰 当然另外一个关键就是 那个那时候在阳明大学的 张蓝记教授 他是专门研究病毒的 那时候我们团契就邀请他 来讲一个题目叫做 从基因看创世纪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 可以把信仰跟科学结合 而且解释得那么清楚 而且他从基因的角度来说明说 为什么创世纪说各从其类 所以那时候我的眼界大开 最重要的是 我发现原来我以前的思想 是这么狭隘 上帝是这么的奇妙 这么的伟大 所以在听完那个演讲之后呢 我回家我就做了一个讨论 上帝我以前真的不认识你 但是谢谢你透过南记长老的分享 让我知道我自己很骄傲 知道你是真神 也求你帮助我 求你救赎我 所以其实就从那一次之后 我开始愿意认识耶稣基督来跟随你 那你感觉在你信耶稣以后 跟你信耶稣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就那时候吃那药的时候 小二一餐吃三碗饭 那我妈很开心 她从来以前不吃饭的 拼命煮给我吃 所以我身材就是像气球一样 所以我小时候就 我当我的身体形象改变的时候 我开始有一种自卑感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以前 长得瘦瘦帅帅的时候 我们同班女生会脱胖 但是变胖之后 没有女生脱胖 根本不想提我 对开始有一种自卑感产生 所以一方面开始觉得自卑 那在自卑的同时呢 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成绩还蛮好的 我小一到小六 都是全班的第一名 一方面又觉得 没关系 我胖没关系 但是我聪明 因为我最讨厌人家骂我 大口呆 为什么 大口呆是一种鱼 对 大口呆就是 就她说胖的人就是呆 那我就想反驳她说 我是大口聖 就是我胖但是我聪明 聪明 所以其实 我小时候就有一种情景 就是我一方面又自卑 因为自己的身材 一方面又骄傲 又觉得自己成绩很好 其实不管是在看别人 或看自己 我都觉得我一直在这种 巡回跟情节里面摆脱不出来 看我的同学 一方面我看不起他 一方面我又觉得 哇他好厉害 他怎么可以交到女朋友 其实就在这种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 我的身心是在这种很煎熬里面 但是呢 但是呢 福音改变我 为什么 因为福音告诉我 上帝爱我 不是因为你长得可爱 不是因为你成绩好 不是因为你长得胖 不是因为表现好 他就是爱你 而且爱你要到一个地步 为你死在死甲上 把他的命都给了你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 上帝的这种爱的时候 我看自己的眼光就不一样 我开始 我以前其实一直在 一种很自卑骄傲 很愁苦的状态里面 但是自从知道了 福音认识了耶稣 我心里面开始 开始喜乐起来 开始知道 其实我不用看 不用让别人怎么看我 重点是上帝怎么看我 上帝怎么爱我 那这样的话 我更看到我自己的价值 我更看到 上帝在我生命中 他的使命 他的呼召 他要给我的意义 所以 其实这是福音 改变我最大的地方 骄傲 自卑 人际关系不好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等到一心的耶稣 我们有共同 上帝爱我们这个人 全然的爱 全人的接纳 他有办法改变 自卑变成谦卑 骄傲变成谦虚 冷漠变成热情 绝望变成有希望 软弱变成刚强 人本来一点能力 但是信了耶稣以后 有上帝超人的能力 我就发现各位观众 我的判断力 我的执行力 我的抵抗力 我的免疫力 我的记忆力 通通有非常突破性的成长 这是福音的好处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福音 传给各位观众朋友 因为我们亲身 经验了这些福音的好处 我们对我们碰到低潮 低潮是什么 怎么样克服 是 其实我大概大二姓主 那当然大家知道 我那时候是六七年级 要当两年的实习师 那时候我去台北荣总 台北荣总那么大的医院 其实那时候一进去 非常的忙碌 非常的疲惫 重点是实习师累得要死 一个月薪水才几千块 然后那时候就是 进到这个大医院里面呢 一方面当然一开始我很盼望 因为我是基督徒 我很希望爱病人 所以我很主动的去关怀病人 自己去查房 但是呢 一忙碌时间一久 我就发现 其实我的身心根本 根本 我根本没办法去亲近上帝 根本没办法祷告 根本没办法读经 精疲力尽 对精疲力尽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因为 我觉得重点是 你的焦点也偏你了 一开始我怀着热忱 是我想要去爱病人 最后呢 我自己认真照顾病人的 第一个是不想要被告 第二个是我想要为了 迎娶我组织医师啊 我的住院医师的喜欢 因为那时候实习医师 他们打我的分数 所以我就发现 我的动机已经改变了 本来是爱病人的 后来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 为我自己的好处 去好好去照顾病人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我离开上帝好像越来越远 我好像一个小螺丝钉 在这个医院里面 转来转去 最重要的是 我开始觉得 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 我的生命越来越苦干 不管是我读经 我祷告 我就发现 我好像陷入一个 属灵的低潮 好像陷入一个生命的旷野 对点笑 手机很久没有充电 是 对 所以那时候又发生另外一件事 雪上加霜 怎么说呢 因为那时候我的教会 我的小组长 她非常关心我 是一个姐妹 她非常关心我 当然她敬她小组长的职责 但是对我来讲 我就那时候在这种苦闷当中 低潮当中 就觉得可外的安慰 当然就对她产生好感 所以那时候想说 哇 那一直跟上帝祷告说 会不会是有机会 可以来认识她 来交往 来成为将进入人生的另外一阶段 所以那时候就祷告 祷告完就鼓起勇气 去找我的辅导 因为我以前的教会非常的保守 那我的辅导那时候看了 就看我一眼 然后就跟我说 我想你也不用祷告了 我也不用问了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有对象了 而且她很年底就要结婚了 清天霹雳 对那时候清天霹雳 所以那时候你看我这么胖 可是那时候这种消息 那个月又乱急诊 在急诊 急诊大概 那个月我瘦了很多次 所以其实我生命那时候 就到了一个低潮 是我觉得 一方面跟上帝的关系 一方面 想要追求的各项 在婚姻的生活上 婚姻的生活 各方面都觉得 好像就陷入一个低潮 好像找不到出路 那后来怎么会 超越克服这个低潮 是 像教会的牧师 他开始在传讲 一个信息 要我们去爱耶稣 耶稣为你舍了那么多 你要怎么去爱耶稣 让我更定睛看到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舍了多少 那时候还有一个很特别 那时候 教会有流行一个纪录片 好像是在讲那个 十字架的那个 影片的记录 就是大陆很多人殉道 有一段时间很流行 那时候看那些影片 也非常感动说 我在为这些事烦恼 可是这些弟兄姐妹 是为了上帝 为了信仰 为了信仰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那当然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另外一个我觉得上帝 光照我改变我的高潮 就是我那时候 那时候那一年 唐长龙牧师来 他每一年都来 台湾办神学讲座 那一年的题目叫 《异象呼召使命》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想要寻求我将来的方向 所以我就 跑去听 看唐牧师怎么讲 那唐牧师我记得他信息的核心 他就说 意象不是你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 不是你看到什么奇怪的现象 意象是你看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 并且你愿意走上这个道路 所以他就呼召 他现场就呼召说 愿意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 一辈子跟随他的到台前来 那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充满了感动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非常的扎心 非常的知道上帝怎么爱我 然后那时候我就用着颤抖的脚到台前 把自己献给上帝 呼召我自己 就献上我自己求上帝使用我的一生 OK 观众朋友你发现基督徒也有低潮 基督徒也有困难 基督徒也会碰到困境 好处是说我们有路可以走 什么路 神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能力 不出于我们来出于上帝 上帝会对我们说话 上帝说话有很多的方法 有一个是借着上帝的仆人 像唐崇文牧师 我跟他很熟 他比我大一岁 那第二个上帝会用圣经向我们说话 第三个上帝会用环境向我们说话 我喜欢一个女孩子 结果她已经要跟人家结婚了 不是上帝之一 最后一个可贵的是 亲爱的朋友 上帝会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 因为他是活的 这一点我非常的有把握 今天早上我所信的耶稣还对我说话 当上帝的话一来的时候 豁然开朗 超越困境 走出低潮 再开人生另外一个高潮 这是我们信仰的共同点 后来为什么你说 你去美国读了神学 后来又读了延伸字 后来又读了去读神术 是吗 是 为什么 因为一方面 其实一方面就是我刚刚分享的 那时候我在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上帝光照我 他十字架真理 他呼召我走他的道路 所以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呼召 是我要去读神学 一方面 我看到我自己在 我那时候当实习医师 我自己生命的缺乏 因为我在学校被感觉 我们的辅导很爱我们 把我们装备得很好 圣经也读得很好 怎么一到医院去 整个冲击来就 冰摆如山倒 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需要 好好地在上帝面前装备自己 装备自己 然后预备自己将来再服侍他 所以那时候我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去读了一年的神学 那在那年里面我 我很多的疑问被解开来 我的心被开启 看到上帝的真理多么奇妙 一方面装备我自己 怎么面对各样的思潮 面对科学 面对别人的质问 各样的困难 所以后来我就再回去读了 读了一年之后就回去当住院医师 不过这样的呼召 其实在心里面一直在酝酿 我打岔 什么叫呼召 就是上帝对我们个人 有一个特别的计划的时候 上帝给我一生的呼召大概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按作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就是按作正确的意思 去传扬圣经的真理 第二就是向别人传福音 所以我这辈子我信主今年 刚好跨越六十年 我大概就做这两件事 查圣经 照圣经的花座 传福音 这是呼召 那上帝对我的呼召 可能跟小熊的呼召不完全一样 上帝呼召你什么 就那时候其实我就多了一年就回去 当住院医师了 当然住院医师的生活一样很忙碌 那时候其实 那时候唐牧师那个呼召很强烈 去读神学 因为一方面装备自己 一方面我也 那时候其实也给我一个呼召是 我看到 我有一天在读圣经就读到尼西米记 尼西米记 里面尼西米对以色列百姓 讲了一句话说 你看耶路撒冷的城多么荒凉 我们怎么被淋入 我们要起来重建这个城墙 我那时候其实在我里面看到的是 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灵性多么需要 他心里面的城墙 对他里面的苦闷 他里面的困难 他们在医疗里面所遭遇的压力 现在还有医疗纠纷 对 还有人抬棺材去医院 所以其实医护人员是非常需要慕容的医学 我那时候就觉得有这个负担 有这个看见 所以那时候我当住院医师之后 其实一方面很忙 一方面其实家里面也不可能让我去读神学 所以那时候我一直逃避 就想说可能我将来时间久就会忘记 可是上帝这个感动 上帝呼召没有办法忘记 对这个感动 没想到时间越久越强烈 强烈到一地步 我那时候就把整个 我把内科专科医师 肿瘤科、血液科、安宁 考到之后 那时候整个强烈到的地步是 我觉得我如果不回应呼召 我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着 我真的没办法 心理不安 我真的没办法 我真的没办法再僵下去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上帝祷告说 好那上帝你呼召我 我愿意回应 但是求你帮助 因为我要跟我老板辞职 我要跟我的父母亲说 我不当医生我要去读神学 其实各方面的困难 其实那时候就依靠上帝去面 对去完成 对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进入 台北改革中神学院 读道学硕士 然后读了两年之后 拿到道学硕士之后 因为之前读了一年 所以大概三年的学分之后 我又去了美国的西门市神学院 又读了神学硕士 去读护教学 因为我觉得基督徒需要 需要护教 需要护教 你要怎么面对各方面的思潮 跟面对哲学的冲击 科学的冲击 要有一个整全的世界观 帮助基督徒 去面对这些各行各业的人 因为在真理上面被建立的文 以至于他们可以在各行各业做见证 所以那时候去读护教学是这个原因 所以护教学 后来上完课之后就回国 后来上帝带领我到嘉义 教学院服侍 不过当然我现在一方面 做医师的身份 去治疗病人 去关怀员工 一方面我其实也在 也有跟院务部合作 其实不管是在院内的茶经小组 医师团系 其实也盼望透过这些方式去牧养 去关怀我们医院的同工跟爱病 我也是个带责的基督徒 就是我在社会上有工作 可是我在教会里服侍 我觉得双重身份有很大的好处 医生好在哪里 他们治病 可是我们基督徒除了医生能治的病 我们还能治一些医生不能 耶稣能医治的病 比如说我里面有恨 医生没办法解决恨的问题 但是基督的信仰可以把恨变成暗 忌妒 医生没办法解决 耶稣的生命可以解决人 忌妒的问题 自卑可以解决 软弱可以解决 冷漠可以解决 绝望可以解决 这个本性难移这句话 在基督的信仰里是不成立的 本性可以改变 命运可以改变 个性可以改变 人格可以改变 人际关系也可以改变 我想你同意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我们有上帝的眼光 我们看到宇宙怎么来的 大爆炸以前怎么样 科学家交代不了 我们看到了宇宙怎么结束 新天新地 这是我一直主持这个节目 最主要目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 有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这不仅是一种宗教 各位朋友 这是一种生命 你把一个种子放在土里 合适的水 合适的阳光 合适的阳分 它慢慢会开花 慢慢会发芽 慢慢会结果 什么时候你打开你的心 承认你的罪 罪没有办法 对不起 我用现代话说 罪是遗传 亚当里面就有罪 我有罪的遗传 没办法 我还有秃头的遗传 也没办法 我爸爸秃头 我爷爷秃头 可能我的祖先 樊宗爷爷秃头 可是在基督里 那个旧的遗传 罪恶的遗传 仇恨的遗传 自私的遗传 冷漠的遗传 走不出去的遗传 软弱的遗传 都可以突破 我传福音到今年六十年 小熊 愿意做一个基督教医院的医生 赚不了多少钱 他还要兼牧养院幕部 他要牧养医院的同事 他还要照顾那些病人 他为什么乐意做 因为他里面跟我里面 每一个新耶稣人里面 都有上帝的爱 上帝的智慧 上帝的帮助 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眼光 上帝的意志 想问你 你一生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你后半生 是 其实 上帝给我的 呼召或使命 因为 其实 我现在在家 家医疗家医院 其实 云家地区 是一个很 算是很贫穷的地方 因为那边的很多病人 其实住院都跟我说 医生我一定要健保庄 医生我真的没有遣之费药物 那 其实我盼望的就是 能够用医疗 把上帝的爱带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去认识福音 去了解福音 就是 一方面做医疗传道 那一方面 当然我另外一个负担是 对于基督徒医务人员 因为我觉得基督徒医务人员 真的是很特别的一群 他们非常的忙碌 压力非常的大 很多 很多人 其实真的忙碌到最后 也离开上帝 其实 这些人真的很需要 认识他们 懂他们的人来 关怀他们 来牧养他们 你才有同理心 对那我 因为我自己的身份 我自己的经历 所以上帝也给我这个使命 去关怀这些 所以我现在在医院 不管是关怀年轻医师 关怀我们的同仁 这些都是我要去做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最大的使命就是 我觉得我要传扬 耶稣基督彬大帝十字架 因为福音 就像刚范哥所分享的 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福音可以改变一切 一切的困难 一切的痛苦 在十字架上面都改变 十字架是一切恩典的源头 我愿意一生来传扬十字架的福音 各位朋友我也一样 我已经传福音传了六十年 我今年八十岁 但是我未来的日子 我跟小熊一样 传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 观众朋友 你希望明天会更好吗 我相信你答案一定是yes 好不好跟你 跟我做一个祷告 让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上帝的儿子 住在你的心里 赏免免我们一切的罪 给我们一个崭新 从上帝来的新生命 新生命就带来新的生活 慢慢慢慢你会发现 你的内心在改变 你的外面就改变 你的人系关系会更圆容 你内心充满了热情 我现在八十岁 我还充满了热情 充满了勇气 我前一个月还骑摩车到 中国文化大学杨明山去传福音 我还骑摩车上去 我弯道超车 只有一个字 爽 愿不愿跟我做一个祷告 请这位安逸的耶稣住在你的心里 今天晚上开始 荣活的上帝 透过他的儿子住在你的心里 赐福你一家人 而且圣经高手们到一千代 愿意的话 请你跟我一起做个祷告 好吗 我说一句 就请你说一句 我也请小熊陪我说 好不好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爱我 为我降生 为我受死 为我复活 今天晚上 我打开我的心 我打开我的心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请你住在我的心里 赦免我一切的不义 赦免我一切的不义 给我新的生命 赐福我 赐福我 我的家人 我的亲友 我的事业 我的健康 我的婚姻 我的家庭 都蒙你的赐福 谢谢你听我诚心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上帝赐福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你的一家人 我每天的祷告是 中华民国有一天成为 耶和华为神的国家 新型冠状病毒 远离台湾 大家平安 大家喜乐 谢谢 谢谢